為您帶來颱風的最新動態 我們可以看到中台杜蘇瑞 他其實強度持續在增強當中 目前他以每小時12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來進行 而他的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40公尺 七級風暴風圈半徑達到了250公里 氣象局將在晚間8點半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不過由於他的路徑 其實可以看到 在上午已經難休了 各國的路徑預測像是美國的海軍 日本氣象廳 中國以及韓國氣象局 還有香港天文台 都預測其實他的中心不會登陸 而且目前各國的預測路徑都是趨於一致的 不過今天明天還是必須要觀察 太平洋高壓減弱的幅度 來決定說杜蘇瑞到底會多靠近台灣 雖然中心登陸的機會減少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杜蘇瑞他的暴風圈 仍然呢是有可能來掃過南台灣的 而且東半部地區 南部地區民眾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不可情呼 而且菲律兵氣象專家就預估 未來24小時內杜蘇瑞很有可能就會增強為超級颱風 加上他的路徑其實又是往南修 颱風中心沒有登陸沒有受到陸地的破壞 更可能帶來致災的雨勢 而根據氣象局最新的資料其實就顯示杜蘇瑞呢 他的七級風暴風圈通過的機率是以恆春80%最高 高雄市77%第二高 另外在屏東縣藍嶼台南市的機率都超過七成 而嘉義縣市台東縣也都超過六成 不過民眾最好奇的當然還是有沒有可能有機會放颱風架 氣象局也分析由於颱風路徑往南修的關係 所以其實南部東南部颱風架機率可能比較大一點 但是北部地區則是要看當時的風雨預測 由各縣政府來決定 另外也有氣象專家預估 杜蘇瑞其實在未來接近台灣的時候 他有機會是會來到中台的上限程度 所以呢就是他的暴風圈範圍會持續的擴大 目前他的半徑已經有250公里 未來有可能會擴大到300公里以上 將會變成一個又大又強的颱風 象局預估他的暴風圈 有機會在禮拜三的白天就開始接觸東南部的陸地 然後隨著中心接觸接近陸地 暴風圈涵蓋的範圍將會持續的擴大 不過要提醒林的是呢 週三以及週四將會是杜蘇瑞颱風距離台灣最近的時候 到時候全台都有雨 其中尤其是東半部以及南部地區可能會出現好雨 尤其在週四的這一天 颱風的影響是最明顯的降雨範圍也擴大 其中像是東南部地區可能會出現大好雨等級的雨勢 而等到了星期五杜蘇瑞的中心會登陸中國 到時候颱風會逐漸脫離台灣 風雨才會慢慢的趨緩 但是海邊的風浪仍然是大的 另外在週三週四南部以及花東地區都有可能出現 十幾以上的陣風民眾要特別留意 不過不管這個颱風最後到底怎麼走 一定都會影響台灣這個新奇的天氣 所以民眾一定要提早做好防台準備 暫時避免前往危險的區域活動 以免發生危險 接著我們就來關心明天天氣的資料 北部地區高溫33度到36度 雙北山區午後沿綁雷震雨 中部地區氣溫大約25度到36度 加以以南地區高溫上看35度 宜蘭花蓮台東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可能會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 外島地區氣溫大約26度到36度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天氣資訊提供給你參考